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近日报道 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荷兰实际向乌方交付F16战机要等到明年 报道称 奥隆格伦认为 荷兰在年内向乌克兰交付F16战机的可能性不大 考虑到现实条件 未来6到8个月内交付更实际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20号分别与荷兰首相吕特 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会面 荷兰和丹麦同意向乌方提供F16战机 吕特当天并未透露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具体数量 只表示目前荷兰还有42架F16库存 他还称 一旦时机成熟 会尽快向乌方交付F16战机